好啦 那我們就直接看一下 其實我還是要提醒你啦 這個真的是第一課加第二課 復習考就是開始的復習考也是考量 然後斷考的時候第一次要考從第一課開始考 所以我們在上的東西第一個叫做過去簡單式 什麼叫過去簡單式?來備註一下 簡單來說其實大部分都是動詞加上什麼東西 就變過去式已經對大部分 那為什麼要跟第一課跟第二課? 因為第一課都是動詞加ED的 可是不要以為動詞加ED很簡單 因為動詞加ED有三種念法 它的念法其實是不一樣的 那什麼叫過去簡單式? 簡單來說就是你可能剛剛才完成的動作 反正就是這個動作已經發生過 不是那個當下 所以這叫過去簡單式 那我們就往下看啦 那我們的動詞呢 基本上分成規則跟規則 規則變化剛剛你們已經寫到了 把那個規則圈起來 簡單來說規則就是加什麼? ED 可視體仔細看 不是全部都加ED 第一種當然直接加ED 所以譬如說help 我要把它加ED的時候怎麼唸 知道嗎? 下一頁等一下你會知道 試試看我們唸一看 help加了ED help 對它是 第二個play呢 play 非常棒 定當個watch watch 那個ED咧? 對它加ED 可是它唸 所以你會發現這個ED 你現在已經知道兩種念法 一個是t 一個是du 所以play 可是是watch 兩個不一樣 那第二種字尾只有1的話怎麼辦? 講D就好啦 所以要試試看 closed 對 其他的字尾是念closed 它是那個lip 所以要念closed like呢? like like 對 再來love love 沒錯 那再來要先看清楚 把那個子音加彎的子音圈起來 因為既然我會這樣子寫 表示有一種 是什麼? 母音加彎 對 那子音加彎的話 要去彎加ID 所以cry就變成 cry study變 studded worry變 worry 那我們試試看喔 那請問你母音加彎怎麼辦? 想想看 如果是母音加彎 哪一種是母音加彎? 其實你們剛剛有寫到就是這個字 對阿 它是母音加彎的時候怎麼辦? 對 直接加彎D 它就不用去掉彎了 好 再來呢 字尾是短母音加子音 看清楚喔 我是短母音加子音 那什麼叫短母音? 就是這個單字裡面喔 你怎麼數? 總共alu 就有一個 不是三個字的重複字尾 我要提醒你們這件事 因為很多artofa有沒有 他們都會這樣子寫很可 然後寫E-A-T-T-I-N-G 類似這樣 不是喔 我們是短母音 什麼叫短母音? 我們算算看 MOD幾個母音? 一個 MOD幾個母音? 一個 STOP幾個母音? 一個 所以不是三個字的 要重複字尾 而是這個單字裡面 你怎麼數 就是只有一個母音 就是ARU的其中一個的時候 那我們要重複的是它的字尾那個字 所以譬如說MOB是拖利 那它變成過去式叫做MOD 對 它唸MOD NOD是點頭 叫NOD STOP STOP 對 那我剛剛有講 其實它的ED 雖然加ED很簡單 可是其實它不簡單 因為它的唸法不容易 你們不能故意呼籠過 你知道你考全名解不是有考頭說嗎 你唸的那個ED 你唸錯其實那個基本上是不OK的 所以你們要知道的是 雖然它構子很簡單加ED 可是口說的時候 你要注意看ED的尾音 所以下一頁 我的是下一頁來的 下面就有 那我們基本上它就有三種念法 所以ED它有三種念法 第一個字尾是無聲 什麼叫無聲 你把你的手現在放在喉嚨這裡 你放這邊 好了嗎 你唸play 會不會震動 會不會有感覺震動 會 這個叫有聲 可是你唸like 會不會跟剛剛一樣一直震動 不會 對 不會的就是無聲 那無聲我們當配的那個ED 就找無聲的這個t 所以無聲找無聲 有聲找有聲 那有聲的怎麼辦 它就唸有聲的這個子音叫做的 所以剛剛你的play加了ED怎麼唸 play的 可是like 你就要唸成什麼 like 對 所以是這樣 那問題來了 如果我的字尾剛好是t 或者是剛好是d 我可不可能唸用tt 或者是dd 不會嗎 所以第三種 如果它字尾剛好已經是t 就是那個t 或者是那個d的時候 那這個音T的念法就會出現第三種 它唸一個 唸一個 好 那我試試看 第一個 那個剛剛字尾是d 對不對 所以它的字尾你要重複字尾加一d 先幫我把重複字尾寫上去 所以那的加重複字尾再加一d的時候 怎麼唸 那 did 非常好 音標寫喔 你雖然不會音標 現在先寫寫看 就三種t 的跟一個 不會就注意 一個 第二個like 你要變成 like t 對 like t 這個我之後 我下禮拜才會考 就是我會考你 我會直接給你音標 可是你要寫音標 就是三種八一 那到時候考試你可以光明正大作弊 就是你在考試的時候 你就念 report 你可以自己念大聲 report 那個t沒有震動 就找聽 然後譬如說study 會不會動 就手放 你就自己到時候考試 就自己手放喉嚨念 study stay 就自己念 你知道嗎 他念出來會震動的 就找d 不會震動的 就找d 那第三種字尾 是提過d的 就寫音的 所以到時候下禮拜 考試你可以光明正大作弊 作弊的意思是手放喉嚨 不是轉過去 你這樣是用點頭 不可以打pass 第三個worry 試試看 worry read 那為什麼這裡寫id 是因為它剛好那個i 它變成那個e了 不然本來那個y就是念你 它變成i 所以要念id 那第四個試試看 want加ed 念成 want 聽的 對它念id 因為字尾是聽 所以要叫id 再來第五個study 是指引加y 所以去 y加id 隨便 study 沒錯 在report 字尾又是t 所以叫 report tid 沒錯 再來nid 字尾又是d ni tid 再來 這個是因為它只有一個oh 所以要重複字尾加1d 可是你可以手放這裡 來手放在這邊 我試試看 stop 會不會 一直震動 不會 對 它不會 不會就是找無聲的t 會震動的 就找一個有聲的d 所以t跟d 差在哪裡 一個無聲 一個有聲 好 最後一個lim 這個要小心喔 手放這裡 lim 會不會動 會 所以它加了就是d 可是念的時候怎麼念 lim d 沒錯 lim 所以其實這一課 第一課 雖然加1d很簡單 念法不簡單 到了第二課呢 是它的變化不簡單 可是念很簡單 所以一二課各有它簡單 跟不簡單的地方 好 這一頁還沒插好的舉手 好 那你要自己試試看喔 回去你就自己試試看 念念它 因為我有錄影嘛 你回去自己手放在紅紅上面 自己念念看 因為這個到時候其實它能不能判 除非你在學音標的時候 你已經很清楚知道 哪些叫做有聲之音 哪些叫無聲之音 不然的話你其實是寫不出來的 那因為這樣子的關係 所以你可以念 只要它會咪咪震動的 就是有聲 有聲就找等 無聲就找等 好啦 好 那往下了 那再來呢 我們要上的東西呢 就是真正第一課的第二課的舉行了 所以我們往上看 那過去式的直數句 我要請你們幫我寫五個字 因為我沒有新同學嗎 所以我們還是要提醒他一下 提醒全部誘人 其實也不要說他們 好啊 很多人也忘記了 我先用領據的順序 我們繼續講 主動受第十 對不對 這個叫句子的順序 可是真正剛才英文的時候 其實主食必動受 譬如說我們中文講 我每天八點在家吃早餐 假設我每天八點在家吃早餐 這個其實是我們中文的順序 可是要把它變成英文的時候 我們叫主動受第十 對不對 所以第一個主詞是 我 動詞是 吃嘛 對啊 我吃嘛 受的就是被動作接受的那個 吃什麼東西 早餐 所以我吃早餐 然後呢主動受 第十 地方是place 就是p 時間呢 就是t 所以svopt 這個是你一定要記起來的 p就是place p就是time 主動受第十 所以呢這個叫指數句 也就是所謂的肯定句 那可是在你們高中的時候 你們會學到英文的基本句型 是五大字句 這三個括號 基本喔 什麼叫句子 基本款 拿兩個就好了 主詞加動詞就好 對 你句子沒有動詞都不對喔 除非它是起始句 你可以不要主詞 可是在家都會有動詞 所以譬如說stand up shut up 這一種 它是守樂的主詞 那個意義 不是他沒有主詞 他只是把主詞省略掉 所以呢基本主詞動詞不要忘了 好了 所以再來我們要寫的東西 基本上我們的順序 就主動收第十嘛 所以主詞 寫個s 動詞 寫個v 所以少了什麼 op t 對這個就是t 可是呢你的時間負詞 我會請你們幫我寫上去 在這裡 請看喔 有哪些是時間負詞 跟過去是有關的 第一個叫yesterday 然後滅一條丑 為什麼一條丑 不是我不小心話到 是因為昨天早上怎麼說 yesterday morning 昨天下午 yesterday abtonut 好昨天晚上 對 很好沒有 沒有騙喔 他叫的last night 所以呢有看到l and 一條丑的 表現後面還有字 所以last night 是昨天晚上 我們在第二側的最後一刻已經學到 ergo和before的差別還記得嗎 哪一個是要有數字的 ergo 對 before可以單獨出現 所以你會發現我的before前後都沒有重重 ergo前面有一條重 沒錯吧 因為他前面大部分都有的數字 比如說long time ago 2 days ago 再來我打信號 為什麼我這裡打信號 因為this morning 這個片語 這個時間複詞 這個片語 有一點點麻煩 像我們現在是下午 所以我可以說 今天早上你做了什麼事 可以 因為已經發生過了 可是如果在今天早上五八點的時候 我問你 你今天早上打算做什麼 很抱歉 他叫未來事 因為你還沒有完成 你還沒有做的事情 那叫未來事 所以我們大部分 我只能跟你說 我打信號的原因圈 他大部分的確都是過去事 可是呢 如果他的時間有成名 就跟你講 還沒有發生 那他就可能變現在事 或未來事 大部分的確都是過去事 然後在let這個字 等於 let's high 還記得let的中文嗎 當時 對寫上去 這叫當時 有人不知道我要寫什麼 時間複詞 冒號 我不是叫你寫了一堆 就是把我從這個字打上去 這樣好了 轉過來 這樣子比較剛好 所以再講說 第一個yesterday 要一條線喔 因為他不會單獨做yesterday 可能yesterday morning yesterday afternoon 第二個是let this is not a goal this is before this morning 第二個是let let的中文叫當時 就atlantine 好 那因為我們在這之前 我們學到的不是過去簡單式 叫現在簡單式 那現在簡單式呢 一個人 對動作 打超人 對不對 一個人做動作 打超人 就是你的第三名稱 單數的時候 動作要加s 那你們試試看 覺得過去式的時候 是單數加s 還是負數加s 仔細聽我的問題喔 過去式的時候 是單數加s 還是負數加s 都不加 對 有人還在想 單數來負數 開玩笑 過去式哪有再加s的 剛剛我們一開口 過去式一定要加什麼 1b 好 那我先問一下 我是第一人稱加1b 還是第二人稱加1b 還是第二人稱加1b 動作 是單數加1b 還是負數加1b 動作 對 所以過去式 就不用去管他是第一人稱 第二人稱 第三人稱 單數還不是管他 三七二十一 全部加5b 第一課大概都對了 可是我的考卷都是一二課混在一起 所以你們到時候的考卷不要被我騙 所以大部分的話 基本上過去式就不用去擔心他單數 不用擔心他地級人稱 一律都加1b 好 那再來呢 為什麼會寫這句話 來看記住喔 an昨天晚上跟媽媽一起看電視 我先判斷一下 來主詞是誰 an 動詞 因為主動受歷史 來試試看動詞 看 受的 電視 地方 沒有就算啊 可是時間 昨天晚上 對不對 可是還要跟媽媽一起 所以呢 我這裡的兩個名詞 第一個我先給你and 好 那你的動詞是誰 watch 可是不行啊 因為昨天晚上 交加1b怎麼唸 watch 不會就從這裡 watch 對很好 watched 所以and watched TV with her mom left night 可以 那last night呢 記得只要看到last night 有last嗎 其實在這啦 last就記得都是早有一定的 好 可是第二個我把主詞改囉 我的主詞變成and and mom and 媽媽 或者是你變成and and her mom 你如果不想要大寫 就變成他媽媽 因為如果通常呢 你沒有大寫的時候 是強調自己的媽媽 所以and and her mom 好 這個話數已經不聽話了 開始不聽話了 唉 等我一下喔 我關一邊試試看 它會不會這樣比較好一點 來你把那種mom 那個m好變成小寫 因為這不是我自己的媽媽 所以我不大寫 m and her mom好了 那我比較好 它不動 啊 不是我不寫 是因為它完全不動 我努力 一 二 天啊 哦 我放棄 他不懂 來 所以and and her mom 然後咧 動詞 要變her喔 記得要變her 才跟mom 才可以小寫喔 我再提醒你一次喔 欸 好像是不會見 我再提醒你一次喔 mom呢 它不會單獨出現 因為它基本上 一定要有所有的的時候 這樣也不能寫 her mom 你才可以變成小寫 天啊 我好厲害 我忽然覺得我自己好厲害 因為我是在那個筆電的那個感應板上面寫 好不好 再來and and her mom 再來動詞 動詞咧 我以前要做什麼變化 加s喔 誰說加s的 我要想k你喔 要加什麼 ed 那因為他是剛剛and是一個人 and and her mom 是兩個人 那有沒有管他幾個人當組織 沒有 所以一律動詞都加什麼 ed 對 所以你會發現他長得是很像的 有嗎 沒有 沒有關係 所以看喔 我為什麼故意出這一句話 第一人稱是i 第二人稱是u 第三人稱其實是and 單數 可是如果是and and her mom 是負數 單數負數 你一樣動詞加一點 它是沒有差別的 那唯一不一樣在哪裡 一個又with 一個用together 就差別在這而已 那時間一樣 let's not OK 好 那我們來試試看囉 來下面第一個 請你幫我把動詞變成過去式 先幫我變成過去式 來試試看 怎麼變過去式 第一個 mom worries very much 媽媽很擔心 可是因為我的句子裡面有before 那你的before呢 你的因為有過去式的時間覆詞 你的動詞就要跟著變過去式 怎麼變過去式 加 yes 變成 id 對 所以就變成mout worried 的 不一樣就在於你多了一個before 所以動詞就要跟著變過去式 我講的那種學運務學那麼久 我覺得對哪個第一名 是介西子 因為他沒有規則可言你要背 第二個就是實態 因為你們的動詞 我們其實中文都講 我每天吃飯 我正在吃飯 我已經吃飯 我將要吃飯 然後我們中文都是吃飯每個字 因為 以動詞來講 他可以有12個樣 12種實態 所以他很複雜 可是複雜的時候 你們什麼時候會感受到他的複雜 高二 現在還不用擔心 國中畢業人你只會學到六個 高一半 高中會把剩下六個學完 好來第二個 I live in Taipei 我是現在住台北 可是我把它變成before 所以我以前住在台北 怎麼看 來 live怎麼做變化 講的 可是念念看 live 什麼的 live 會不會中 會 所以live加ED是什麼 live 對 I live in Taipei 我故意念誇張一點 I live in Taipei before 再來第三題 He studies English everyday 是他每天的習慣 那記得每天的習慣是一個人 做動作 早上人 可是到了這裡 我以前變成yesterday 變成昨天了 昨天就要跟著改動詞 我們是從英文 是從動詞去知道實態的 所以就變成he studded 記得立即得 記得立即得 studded English Yesterday 好 當課前我也只覺得很難得 據說 好 那回家自己再把影片看一遍好不好 就只能麻煩你們回家再看 慢慢再看一遍 然後把答案遮起來 自己去試試看 因為的確 這是你們目前學到的第三個時態了 可是到你們學到現在完成式的時候 那時候已經在面積 我已經沒有時間才可以幫你們複習 所以這一課無論如何它是一個關鍵 你們現在英文會不會垮掉 就在你們第一次段討 第一次段討 如果你還可以保持在八十幾分以上 應該到國三都還可以八十幾 可是如果你發現你到了國二 第一次段討完 你已經開始變六十幾七十幾 趕快 比如說像二年級上學期還有時間可以 你不要等到二年級下學期 加了一些形容詞、副詞 你教級的時候你會完蛋 好啦 再來往下 那再來呢 我們就要知道它的過去是 就是它的疑問句怎麼改了 那你會發現我呢 基本上都是用DID開籌 為什麼我大寫知道嗎 請問你為什麼我直接把DID 那個DID給大寫 因為要用第一個字啊 那什麼叫AUS 助動詞 顧名思義 助動詞是幫助什麼的 動詞 那助動接 原動 在這裡 對 助動接原動 表示你句子的後面還會不會再有ED 對 因為所謂的原型動詞就是沒有S 沒有ED沒有IMG 乾乾淨淨的什麼都沒有 所以ED寫上去拿紅筆出來 拿他他 不會再有ED了 以前學到的那個Do啦 Can啦 它也是助動詞啊 所以你要等超人去前面後面就會有S 這是一樣的概念 前面有DID的有D了 後面就會再有D 這樣OK嗎 好啦 那我試試看 第一個 DID的John烤了一個蛋糕嗎 因為烤了 你覺得發生了沒 發生了 所以第一個字用DID 第二個字用John 再來助詞用 再來就找動詞 烤蛋糕的烤怎麼說 BAKE B-A-K-E 然後一個 CAKE 沒錯 所以DID John BAKE CAKE 第二個 你有做你的回家作業嗎 你知道做過課的做怎麼說 Do long work 可是又要被你問句耶 Did you Do 對 第二個的Do是一般動詞的做 第一個的Did 是助動詞的 沒意義的 所以叫做 Did you do your work 你不要說 為什麼有兩個Do 不是喔 前面的第一個Did是助動詞 第二個的Do 是它一般動詞 是要它幫助的那個動詞 好 那再來呢 我們就試試看 我們要把它改移問句 那改移問句的時候 再提起你 改移問句第一個字 你一定是什麼 Did 記得第二個字 就造鈔 可是有一個字要刪掉 哪一個字刪掉 ED 對 我把ED打叉叉 所以就變成Dishon Play In the yard 對 他在後院裡面玩嗎 第二個 The wife 他們只把地板擦乾淨了 所以怎麼問 Delay 那Wife是去掉ED還是去掉D 對 想清楚 他是去掉ED還是去掉D 對 他去掉D而已 所以不要ED去的好爽 結果呢 變倒IP 沒有這個字 好啦 所以叫Delay What the Lord 助動接原動 不要忘記 好 所以這個是一文句 那待會兒上面呢 要請你知道的就是他的劍答 可是我這裡我寫得很清楚 劍答 要用 代名詞 對不對 所以我這裡幫你寫的呢 是用 Did 箭頭 自己畫 用 Did 我昨天因為帶了國二十八 你知道嗎 然後我在跟他們講 我發現他們不會 他們Can they 他竟然跟我講 They do 好可怕喔 我們試試看喔 Are they Is Mary 不是 健答 She is Do your parents They do 很好 Can you I can Are you 不是you are I am Am I You are Delay They did Can they Does he Did he He did 所以誰去問路 就誰回來 這個其實跟我們之前學到的火車頭司機乘客是一樣的 一樣的 就是誰去問路就是誰回來 那相對的 No就是沒找到路嘛 剛剛說的啦 誰去問路就誰買地圖 所以你有發現嗎 這裡一樣是did的 只是因為我們習慣是說寫的 所以就變成dident 那因為它是注洞詞 再提醒你一次 注洞接圓洞 有沒有發現喔 所以就不會再加一滴了 這個一定要記得喔 注洞接圓洞 這個一定要背起來 這個你們之後還會學到那個未來式 我們快就會學到未來式了 因為你們學了過去式就會有未來式 有過去現在跟未來 所以我們試試看 你去年去了加拿大媽 怎麼說 did you did you go 對 go to Canada last summer 那回答 是的我有 我們可以yes 打開 不行 因為像昨天小朋友的那個題目 為什麼會是 因為你要就是全部講 那這裡的話你要用go 不行 你要變成yes I did 可以 不然就I went to Canada last summer 全形 兩個挑一個 先簡單 再相當 那這個did代替的呢 就是你的動詞 授格 地方 時間 注動詞很好用喔 它可以代替你所有需要的 除了主詞之外的字 全部一個字代替 我把這一個上完 然後第二種呢 是沒有 我沒有你說 no I dident 可是I dident go 為什麼變成go 因為注動接 遠動 對 好來先到這邊 等一下再繼續 等我一下 我先保留好了 再來呢 你就往下 直接跳到 那個 這個地方 因為呢 你們像 就是像昨天的父親講 很多人其實都還會rehab 厭 I have 你會被中文騙 不要被中文騙 因為呢我們的注動詞 顧你之意 注動詞在提起你一次 注動詞是幫助誰的 動詞 可是他不只幫助動詞 他可以呢用來代替你前面敘述過的動詞 受格 地方 跟時間 所以呢過去式的動詞 就用 定的這個字代替之外 請你要連受格的地方 時間 後面就是所有的乘客 想大 全部都要寫上去 所以譬如說 譬如說 以這句來講 Jack got sick last week 他上課禮拜生病了 然後呢 我也生病了 中文怎麼會講 我也生病了 可是英文不用寫這麼多 因為用哪一個字就可以了 我也生病了 叫I 好嘞 did did代替的是誰 好來寫上去 他代替的就是 God sick last week 他代替的這麼多的字 代替的誰 代替的God sick last week 所以動詞 受格 立方 時間 有什麼就寫什麼 好 第二句 今天下午他洗了車 but then didn't 他沒有 中文講沒有 這個didn't代替的是哪幾個字 Washed the car list afternoon 對 所以你要寫的就是 綠色的字 要抄上去 所以諸動詞其實很好用 那什麼叫諸動詞 一個基本的概念 只要可以任意別替的 他就是諸動詞 所以can't eathen 什麼didn don't didn 然後之後會學到了want shouldn 只要可以任意別替 那個字就是諸動詞 諸動詞 諸動詞一定可以放進一個字 這樣叫諸動詞 這個先有個基本概念 等下了齁 好 那就往下囉 來試試看 第一個要你否定 可是要見答 那你看到見答 就要想到那七個字了 哪七個字 見答要用代名詞 所以jump的代名詞變成 he 所以否定叫做no 所以叫no 然後用地的問 就用地的回答嗎 所以叫no he didn't 當然你寫no he didn't 也不會有人說錯 只是畢竟台灣還是美語的環境 所以他們能夠越說短的 他們會習慣說減 好可是第二句要想答咯 when did you do the laundry 什麼叫do the laundry 知道嗎 洗衣服 對他昨天有洗衣服嗎 有 他昨天有洗衣服 我們這麼講他有洗 可是英文要怎麼寫 yes 虛 那你就要把did的跟度結合成一個字 did的過去是did的 所以yes she did的 先簡單 那想答就是 she did the laundry yesterday did the laundry yesterday 好再來第三句 Laura helped the boy 他幫助了這個男生 Kevin didn't help the boy 可是Kevin就沒有幫助這個男生了 那因為要求你把Laura放在巨獸 可是要革命句子 一個宣言條件 第二次出現了還要不要 不要 所以我們檢查看看要哪幾個字 是重複的 helped the boy 對 第二次出現了不要 就把它刪了 所以整個句子就變成第一句造鈔 叫Laura helped the boy 可是因為你連結了兩個句子嘛 所以要記得don't 然後 but 對 相反的don't but Kevin didn't 好再來第四句 第四句的話是may watch the game on TV 他看著電視屏幕上的遊戲 我也在看 那一樣 第二次出現的不要 哪一個是第二次出現的 watch the game on TV 對不對 都不要了 可是你可不可以都不要 我有說 我在怎樣句子都可以省得 至少要有主詞跟什麼 動詞 可是我動詞被我剷掉了 那就有一個字可以代替 哪一個字可以代替 did 對了 就是watched the game on TV 我全部用did的一個字代替 所以他代替了動詞受格的地方跟時間 那那個to也沒重複了 所以對不起我放太快了 這個要記得寫上去喔 我剛剛一圖 畫得太開心了 畫到筆了 to不能 因為to沒有第二次出現了 好再來我們這一課呢 第二個要學到的東西呢 叫做連結詞 可是其實這個我們之前有學過 只是呢現在要知道的是更細的一個用法 好來再來這一課 有學到的東西呢 叫做because 中文叫做because 中文怎麼翻 因為 對 他叫因為 可是記住喔 有因為沒所以 這就要背起來 有因為沒所以 有蟑螂沒拖行 沒有啦我在講 然後呢有因為沒所以 這是因為 因為裡面不會有雙B 因為裡面也不需要兩個連結詞 就是我們不會要兩個一樣的東西出來 所以because是連結詞 所以叫做so 也叫連結詞 那用那兩個呢 挑一個用就好 你不用給我兩個動詞 相對也不需要給我兩個連結詞 所以because呢 他通常表示兩件事的因果關係 把那個因果圈起來 好了齁 來再來可是啊 你要看清楚 because 就because後面接的是什麼 原因還是結果 慘了 相可愛不只是可愛而已 真的 我剛剛講的真的 印證一件事 他because會接結果耶 because會接什麼 原因嘛 那表示 because的前面就要接什麼 結果啊 我剛剛不是講嗎 因果關係嘛 所以有因就有果啊 只是你要知道 because的前後差在哪 可是為什麼叫做子句 子句跟句子一樣 基本款一定要有什麼東西 主持加動詞 我收回來看筆記的時候 我就會知道你有沒有認得上課 知道為什麼嗎 你有沒有發現我這裡多了一個東西 可是我講義上面格子沒有 欸很好 因為我要你們寫的是子句的先決條件 什麼叫子句 就是要有主持加動詞 這個你沒寫 這根講義裡面收盼只剩50喔 裡面沒帶就是0分喔 我很好心的提醒你 講義就是0分50跟100 該寫的你有寫過100分 少了一個字就是50分 少了10個字還是50分 好啦 再來第二個 再講一次 那我把because方的句子 可不可以 可以 有一個東西拿紅筆出來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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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直在動的東西 這是什麼 動號 對啊 剛剛有沒有動號 沒有啊 對不對 所以呢 你要知道喔 because方拘手的時候 一樣 because接原因 動號後面接結果 可是記得要用動號分開 記得要動號分開 好 我們來判斷一下哪個是因哪個是果 Eddie got good grades 他得到好分數 He's dirty heart 他很認真 請問你哪個是原因 是因為得到好分數所以他認真 還是因為他認真所以他得到好分數 好 所以 because方後面接的就是原因嘛 可是他的前後可以對調 那你要對調的時候 小心 我其實喔 記住英文老師都能有心急喔 考試絕對不會傻傻的 叫你前後對調就好 我可以把整個君子搬去前面 我把整個原理搬去前面 可是要加一個什麼東西 有人說so 不是 因為because已經有了 有因為就不能有所以 有因為沒所以 有雖然沒但是 這個要配起來 所以不會出現so 因為你有because了 剛剛我叫你用紅筆 圈起來的是什麼 懂號 所以還有一個體態的力量 還有一個小地方 這個he 是因為我前面已經出現了andy 所以我知道 後面第二次出現要he 可是我整個句子搬去前面的時候 可不可以 because he's dirty heart John got the great but Andy got the great 可不可以 不行 所以你要發現仔細看喔 我變成什麼了 有意外沒所以我已經提醒你了 第二個呢 要變成because 然後勒 有看到嗎 要變成哪一個字 對 要把he變成什麼 Andy 對 因為你第一次出現的可以是人民 第二次出現的才是he 記住喔 我們的代語詞的特色 就是去代替你前面講過的那個人 我們不習慣再出現第二次 就是Andy不要出現第二次 可是一定要先出現人民 才可以用代語詞 那記得加動號 你要記得加動號 那剛剛有人說用so 算不算對 如果以我剛剛講的那句的話 不算 因為你有因為 哪裡 沒所以 那你可以把那個因為變成so 只是so的後面接的是什麼 我來會想可愛喔 中可愛 請問你so後面接原因還接結果 對呀 對呀 所以啊 所以當然後面接結果啦 好的 試試看喔 the milk is not fresh 牛奶不新鮮 so don't drink it 千萬別讓你喝 那這個時候呢 那這個時候呢 邀請你呢 改成第二種鹹吧 你可以變成什麼 你覺得這句還可以怎麼改 因為啊 對呀 因為牛奶不新鮮 所以不要喝啊 可是你有沒有發現 我有because就不會有哪個字 so嗎 有因為 哪裡 沒所以啊 對 所以我的because跟so 你只能挑一個用 我原本的so 你可以把它變成because 可是because皆原因 so皆經過 那because 辦舉手 記得要逗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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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重要 所以我講三遍 可是問你喔 because前面可不可以有逗號 這句話 仔細看這句 我這句我的because前面有逗號 沒有 對我不習慣的 because前面加逗號 可是受前面要一定要加逗號 這也是寫作啦 那那個高中的寫作課呢 我覺得都要一直提醒他們的 因為他們都高二了 沒有 班青年高三的 可是我覺得他們程度 可能還比你們差一點 欸 差不多啦 不要講差一點 但是貝德比你們多一點 好吧 往下吧 再來下面我就試試看 一題一題來看的 好不好 來第一題 before 圈起來 看到before 所以第一題的安全 對不起 第一題的安全 可不可以delight 不行啊 因為那個助動詞只會去問路去買地圖 所以你要記得至少是didn 所以第一題的安全 c 因為過去是 所以不可能用dott 不可能用don't 好第二題 記得圈起來 助動接圈 原動 所以第二題選 a 第三題 what did you do yesterday morning 昨天早上你做了啥事啊 you did的嘛 所以表示你的回答 裡面應該要去找有ed的 哪一個是有ed的 c 沒錯 第四題圈clean的 ed 你看到ed 你看到ed 好 既然有ed 表示你要的是時間 複詞是過去式的 哪一個是過去式的 b 沒錯 再來第五題 did you have a little boy 又不記得問 然後他講了一句 i didn't 表示是 no 所以選 b 第五題 第六題 把god圈起來 因為你們已經背了那個不規則的動詞了 今天早上我開晚起床了 然後i went to bed late yesterday 我昨天太晚睡覺了 哪一個是原因 算一下哪一個是原因 後面是原因對不對 那原因的話你要接的是because還是some 你跟中和安得的一樣的病 我今天早上很晚起床 所以我昨天很晚睡 這樣嗎 不是吧 應該是我今天早上很晚起床的 原因是因為我昨天很晚睡覺啊 對不對 所以這題答案應該選 A 怎麼會選so的 太可怕了 再來第七題 i can't ride 我不會起車 i want to school everyday 我每天走出去學校 那你如果不會走路怎麼辦 坐公車啊 可是坐公車之前 你還要走路走到帳牌啊 所以你還是要回走路 ok 來第八題 我忘了設定動畫 一下就看到答案了 第1個 Eric昨天跟你一起打籃球嗎 因為有個昨天 所以第1個字用 Deed的 駐中間 遠動 所以Eric play basketball with me and play 記得問號記得問號記得問號 因為Deed的呢 是過去世的諸東慈 他已經搬到居首當地問居了 再來第二題 第9題 sitting main her bag yet today morning 什麼叫main her bag 就是骨床 他整理了他的床 哪像你們一起來腳一踢 人就出去了 回來 免被一拉 繼續睡覺 而更誇張的是什麼 可能你習慣有穿睡衣睡褲的吧 早上一起來 然後腳呢 褲子就往地上一丟 然後那兩坨就在那裡 晚上睡覺的時候 兩隻腳再踩進去你的褲子 再往上一拉 然後再給被一拉 就繼續睡覺 所以你的床永遠固定的樣子 然後你的褲子也是 所以呢 make her bag 就是骨床 就是整理 你要擇免被啦 你要把你的床整理好啦 那因為呢 我一開始給你的是 yesterday morning 我這個時候已經變過去式了 所以make的過去式 順便複習一下 叫做make的 可是我把它改成every morning 什麼叫every morning 是他每一天的習慣 每一天的習慣 然後就回歸到一個人 做工作 早餐人 對不對 可是make可不可以直接加褲子 make的可不可以直接加褲子 不行 我這樣不要說我沒講喔 我真的曾經看過有人學生寫ate加褲子 ate是哪一個字 過去是eat 他把ate直接加褲子 記住什麼時候可以加褲子 是原型動詞 我們才可以加褲子 記住喔 因為我剛好順便講這個 應該有人選made 是吧 你們班有這種能力喔 你們班有這種實力喔 不行喔 要原型動詞才可以加褲子 好來第10題 又還原到主動收第10 主持是誰 主持 動詞 cooked 壽格 dinner 那後面就照抄了 from salivore 還沒 因為我們這一刻還有一個東西還要寫 所以會有點難有點久 辛苦一下 我們快結束了 剩一頁而已 因為就是第一刻跟第二刻都有提到的東西 好 再來喔 這個耳吐息 我忘記我設定動畫 用過 再來過去簡單式的原文句 什麼叫原文句 就是問人家做了什麼事 你做了什麼事 那應該做了什麼事的wh 其實很多 第一個呢 我們的wh 這個也是你要抄上去的 其他wh有哪些wh 第一個 你只剩50分鐘喔 因為有人不知道我在講哪裡 不知道我在抄哪裡 有人跟我講哪裡要抄 wh有哪幾個wh 第一個問地方的叫做where 問人的 問時間的 會問物品的 會問方法的 好 問原因的 會 給你選擇的 quich 總共就這七個wh 其實真正人家都跟你講5加1了啊 因為quich是選擇的東西 其他的詞性不一樣 因為有的是疑問詞 有的其實不算是代理詞 所以呢 可是你就是要知道我們 基本上在活動畢業之前 大概就學到這幾個要練習 就這幾個 那基本上呢 我們一定 你是誰不可以you are who 要變成who are you 你好不好不可以you are how how are you 你是誰不能you are who 對不對 所以你是做什麼的怎麼說 what do you do what are you what do you do for your job 好可以 所以呢 基本上我們的疑問詞 一定放在第一個字 所以你會發現我這七個wh 動大型 我勇敢的大型 因為他就真的只能放第一個字 所以來 那我們就試試看喔 所以除了話題之外呢 我們可以來把其他的wh 也套進去 譬如說 你多晚去了哪 怎麼說 where did you go 對圓柱洞接圓洞 那你昨天做了什麼呢 what 對不對 did you do 你爸爸昨天做了什麼 what did your mother do 對 所以這句型你朝上去 時間就不一定了 因為這一課在上 其實what did什麼人 do 就是這個人做了什麼事 就考這個話而已 可是我要你們訓習的 就是what 會員5號 what why which 都要寫 所以這個人做了什麼 做了樂 所以就是過去式 好 來第二個 他是如何打開那個箱子的呀 如何 有哪個字 好 第二個字 第三 he 打開 open how did he open the box 欸我寫兩個問號嗎 你的我有哪兩個問號嗎 好啦 因為很重要啦 這樣子多加一個問號 三個 就是提醒你至少要加問號 這樣應該不會忘記吧 so how did he open the box 好 再來我就真正呢 要請你試試看 就是我們呢 因為動考也沒有一級式落搭 所以你們要知道的是 怎麼把它變成 呃 原問句 所以你仔細看我的格子裡面 我的言字的 你們的講義我是用文字方塊圈起來 來看一下第一句話 我在公園裡放風箏 我用I'm blue 因為fly的過去式叫什麼 blue 過去分詞 flown 那你就要先知道它的原型是 fly 好 那我要把它變成一句句喔 所以你看我的箭頭 仔細看 第一個 inner part 化現了 所以我們不會再去現 化現了絕對不會再出現 對不對 所以變成where 可是因為你的blue 它是過去式 所以你猜什麼兩個字 哪兩個字 did跟fly 所以你要還願 fly的過去式叫blue blue的原型叫fly 所以變成where did you fly 而看 那類似的 剛才化現如果畫的是動作 就what did you do 你看到的是人 who did you see 所以它的w 基本上都放第一個字 那一定要記得把那個blue 變成did跟fly 因為助動接 變動 就OK喔 好 我們來試試看 第一個 I went to my grandma's father's home last Wednesday 你覺得化現了要還是w去 where 第二個字一定是did 可是為什麼 我都會用綠色 表示你要猜成兩個字 你有did的了 就要搭配哪一個字 go 很好 所以叫where did you go 那變go的原因 其實是因為did ok 所以where did you go that's one thing 可是再來第二題 where do you feed your puppy 剛剛有寫到feed的中文叫做 餵食 還記得那個過去是嗎 Fed的 很好 所以我在院子裡餵一個 叫I Fed的 對對對對對 非常好 I fed it 當然你可以寫I puppy 你如果想寫這麼多字 看起來比較認真的 你就寫I fed my puppy in the yard 夜子節目 你喜歡就好 我沒一點 好 這是一二課 我們大概基本的句型 我們之後會再複習 沒關係 至少先知道大概就這些 好來 那麼試試看囉 對不起 等我一下 來 現在請你開始寫 剩下個句子 他到底有沒有在課我都不知道 好來 那我試試看囉 來第一個 這裡 第一題幫我圈哪一個字 決定答案 last week 既然有男子會 所以答案選 C 沒錯 對不起 C 再來第二題稱這個 朱洞間 圓洞 所以答案選 朱嘛 因為覺得圓形動詞啊 沒有S沒有E 沒有NG 這叫圓形動詞 第三題MET 是哪一個字的過去是 MET MET 對 所以問這樣 我錯了 我的 我給你們的選項是大賢 我還好 小賢 還好 你們再講一字小寫了 所以OK 沒問題 大家選A Yesterday 再來第一次題呢 I drew the teacher Drew是哪個字的過去是 Drew 所以這句話我畫畫 這個是問人事實第五哪一個 事情 事情用哪一個代位去 What 所以選 B 再來第五題 Mrs.mance was a teacher 他以前曾經是一個老師 那既然是以前啦 表示他以前 教英文 Teach的過去是 這樣做 Talk 所以選 5 5 5 第10分喔 再來第六題 Where did you find your doll 你在哪裡找到你的呀 娃娃娃的呀 那因為是Where嘛 所以給我第一棒Bed Under the bed 對 所以選A 再來第八 Bunny is a rabbit 他是一隻兔子 And the ninja is a turtle 他心中烏龜 然後Lay 什麼什麼sport 這個的話 我們之前學過 Bong這個字 跟Or這個字 來幫我寫下 Bong寫個二分之二 兩個當中的兩個全部 Or呢 是三個以上的全部 那他的順序 B後 動前 主後 所前 所以這題的答案要選Lay B後動前 B後動前 對 所以也是答案選B 再來 第八 The Allen Joy on my classmate 他們兩個都是我的同學 We 那因為We的時候 你選到Alan一個 就一個 加上我 幾個了 三個 剛剛講的B後動前 所以答案選B後 對 你選B 沒錯 再來 第九題 We held a birthday party 有看到這個H-E-L-D嗎 Held 是哪一個字的過去是知道嗎 Who的很好 舉辦 我們舉辦了一個生日派對 然後呢 是Less night 昨天晚上 可是這個生日派對是為誰舉辦的 叫做Bour 沒錯 再來第十題 How was your vacation 你選的假期過得怎麼樣啊 Great It What's found 還是 因為後面沒有動詞 所以不需要任何的出動詞 所以這題答案選C 好 一題十分 先幫我算出一個分數 下面的部分呢 我們就必須往下看 所以呢 下面的地方 來第一題 He had a piano class this morning 今天早上他上了一堂 我的剛題課 我發現的是什麼 He had a piano class 好 這個是問動作 哪一個 What 對 What did he do 對 代替的就是你的那個 上了剛才課 This morning 我太快了 你回去自己看影片 ok 第二題 接下去 READ 這個是必考題 你知道嗎 考試最喜歡考READ 不然就是PUT 不然就是DUT 為什麼知道這個字是過去式 你從哪裡知道它是過去式的 對 因為他沒有加S 考試必考題喔 我跟你講百分之百一定考的 他沒加S的時候 從這裡就知道它是過去式的 類似的譬如說CUT PUT HURT 這種STEP 這種過氣是跟原型長得一樣的 所以要第二題我畫的是in Israel 所以我哪個代替去 WHERE 所以叫WHERE 好嘞 DED HE 五句子裡面是DAVID 不要寫DAVID 不得自己改喔 沒畫到的都要抄喔 所以叫WHERE DEVID READ 這個時候念念READ 可是剛剛的題目是DAVID READ THE COMIC BOOK 不一樣 所以 WHERE DAVID READ THE COMIC BOOK 好 第三題還記得嗎 請你再字尾句尾加上時間附詞的before 而且要做適當的變化 我們到底是動詞 從動詞就可以知道變化 那你想一件事情喔 Sale這個字 我要把它變成before 還記得Sale的過去式是什麼嗎 Sale的沒錯 所以記得Sales就不要了 我就變成Tina Sale的computers before 他以前是賣電腦的 記得喔 Sale的過去式成為Sale的 再來第一次題 My parents ride the bicycle in the park everyday 我爸爸媽媽每天都在公園騎腳踏車 然後呢把它變成last week 改改的字就好 第一個everyday改掉 變成last week 對不對 可是有一個這樣跟著改 ride 然後一個變成road 沒錯 就變成過去式了 所以My parents rode bicycles in the park last week 再來第五題 Sean and May are classmates and they gave them great 他們以前是同班同學 而且他們成績都很爛 然後要你加上book 來這個寫的1 逼後 2 動詞 就是B動詞 以Sama was word的後面 第二個動詞 就是動詞的前面 第三個是主後 主格的後面 第四個所前 把前鎖起來 叫做所有格的前面 我在拿著喔 B後動詞 主後所前 兩個後面兩個前面 B後動詞 比較常好 主格的後面是 Will you live 所前 就是所有格的前面 My啊 You were啊 his啊 her啊 甚至人比1個S 都是所有格 叫做所有格 所有格的前面 B後動詞 主後所前 B後 B動詞 R的後面 我兒的後面 動 動詞的前面 主 主格 Will you live 第四個所有格的前面 那所有格就沒有辦法 可以講到幾格 因為人比1個S 都是所有格 好 試試看喔 剛剛我講B後動詞 所以放哪裡就好了 B後 所以答案就用 Shawn and May are both 對放這裡 B-O-T-H 第二個 Lay both God Don't raise 所以呢 B後 可是是動詞的前面 B後動前 你要學講說B動詞的後面 一般動詞的前面 這叫B後動前 好 好 好 我等你了 回去自己看影片了 來下面第一題 你上週五的圓圓會如何 知道什麼叫圓圓會嗎 我們10月19校庆 10月21度假 10月19你們要圓圓會喔 你們要擺攤喔 你們要想想賣什麼 那飲料是最賺的啦 好啦 所以圓圓會叫做B-O-T-H 我先講 因為這是學校辦的一個博覽會 所以How, what, see 為什麼用what 不用定的 因為網路看 後面沒有任何知識動詞 所以不需要注重詞吧 這叫How, what, see B-O-T-H 然後呢 去野餐 去野餐 去野餐怎麼說 go on a picnic 可是現在是上禮拜 所以要把go變成 went 對 所以叫we went on a picnic 或者是乾脆直接用had 你可以用went up W-T went up a picnic 就是等於had a picnic 甚至可以有一個答案 我怕這次動詞 因為這次動詞 因為這次動詞出題的老師 不是很簡單文明 所以你幫我寫個went picnicking 仔細看我寫 p-i-c-n-i-c-k-i-g 這個是你要加ngd的時候 做一個k go picnicking 就是go on a picnic 就等於had a picnic 中文都一樣都是野餐 go picnicking 就是做一個k 好 第三題 你看那昨天晚上是坐牌 對呀 叫what did he have to do last night 那你昨天晚上 就有last night之外 你可以寫 and the evening 我們的中文還是當成昨天晚上 只是那個even 比較傍晚一點 第四題 我們跟大象悶 一起照了 許多照片 所以這句話大概就過了 所以就we took many photos with the elephants 加一字 記得 因為第一個大象悶 所以elephant加一字 第二個因為照了 所以請你把take變成to 那當然many 如果你不喜歡這個字 你可以用哪一個兩個代替 alanto 或者是lancho 對看你喜歡哪一種 可是記得many後面一定要找有一次就好 這是考試 你們不信考有很多人是錯 然後many那個字就沒加S 還是有人選many 再來第二題 Smith先生跟他的學生們唱歌都很好聽 什麼叫唱歌很好聽 就是steam very well 我先講一下概念 well這個字呢 他其實是好 good這個字的副詞 那為什麼我會用sing well 因為他修飾動詞的一個概念 這是副詞的其中一個功能 所以打球打得很好 叫play well 寫字寫得很好 叫write well 唱歌唱得很好 叫sing well 也就是你要修飾動作很好 其實你都是動詞加上well 就是什麼東西很好的意思 所以Mr. Smith and his student all 那為什麼知道是all 因為第一個學生們 加來也是只有兩個 再加上司的意思是先生 所以總共其實是三個 那三個人呢 就是be whole 蹦前 所以放在那些動詞sing的前面 我們就這樣 都怎麼樣 叫做all 這個字就是三個以上 包含三個 好 再來巨詞重組的部分 我們試試看的話 第一題主動說第10 所以第一題叫janice get like english 就是他對英文很擅長 英文跟數學 只兩人一樣挑一個面子 本來都會開玩笑 講說英文跟數學 就像你的兩隻腳 正常人都會敗他 就是一隻腳也一隻腳殘 就是要嘛就英文很好 要嘛就數學很好 要嘛英文很爛 要嘛數學很爛 所以呢 厲害的人就是 英文跟數學都很好 所以他兩隻腳都很健全的時候 他就衝到前面去 正常人都是一隻腳會不太好 就是英文跟數學挑一個 所以我們正常人呢 大概都是一隻腳 是腳殘 我們大概都在中間 那如果好久不久 你英文跟數學都很爛 兩隻腿都很爛 很抱歉 你就是在後面有爬的 永遠在跟著別人 所以可能就是八百壯士的基本 永遠就是在八九百名 這叫八百壯士 所以英文跟數學一定要挑一個面 第二題 這個晚上很好玩 叫做the line was gone 所以那天晚上呢我們玩得很開心 好 比方一 我們在公園演餐 叫we have the earth in the park 這隻米他們兩個都是好老實喔 小心 蹦著位子來 複習一下 剛剛我教你寫的四個位子 第一個 B後 第二 動前 第三 主後 第四 鎖前 對不對 那你覺得你要看放哪裡 六R 對 就放B後就好了 所以B動詞的後面叫雷阿蹦 當然雷蹦也對喔 因為主格的後面 所有格的前面 好 最後一題 我的朋友 所以記住 市區是二三一 先你 在他 在我 所以是my friend and I took the tree to Canada last year 去年我的朋友跟我 我跟我的朋友去加拿大旅行 沒了咩 等我一下 我現在暫停 我現在保留 好